赵小子三很好奇 朱建森接下来又做了哪些事情 到了成化13年 朱建森设置了西场 用来加强特务机构 可以说这西场出道极巅峰 在后世很多影视作品中 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至今还记得其中 有一段台词 是这么说的 东厂破不了的案子 我破东厂不敢杀的人 我杀东厂不敢管的事 我管 先斩后奏 黄泉特许 好威风的西场啊 胡闹 朱颖文看到了西场的风光 可朱元璋却看到了太监专权 正是因为东厂的建立 导致了宦官开始掌权 朱建森登基之后 的确做了不少的事情 可惜也犯了皇帝的通病 晚年长期不召见大臣 处理政务都是通过宦官 幸好他倚仗的 两位太监淮安谈及 都还算有能力 另外朱建森最宠万贵妃 所以万家的子侄 大多数骄横贪婪 万贵妃的弟弟万喜 曾担任都指挥同志 交捷内患梁芳等 以供物为名 谋求赏赐恶名远扬 咱就知道 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皇帝也是人 不可能每一个皇帝 都深名大义 有时候明知道 这些人做的事情 令人厌恶 可是看在自己宠妃的面子上 也只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到底皇帝也有自己的私心 刚刚到世 还忘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朱建 深创立的传奉官制度 传奉官是什么 咱怎么没听过 所谓的传奉官 就是不经过吏部 不经过选拔停推 和不义等选官过程 直接由皇帝任命的官员 这怎么可以 这样一来提拔官员 完全看皇帝的喜好 岂不是会有很多 溜须拍马的人轻松上位 太祖您先别生气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 传奉官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这传奉官 看起来虽然胡闹 应该是有别的作用吧 事实上 后人也曾分析 大明传道朱建深的手里 已经延续了百年左右 其中四里间 跟内阁的影响力 越来越大 朱建深虽然贵为皇帝 可是很多时候做事 都会被束缚住 所以才有了西场 跟传奉官的出现 不管是西场 还是传奉官 都是直接听命 朱建深本人 这也是在加强自己 对于朝堂的掌控力 你这么说也有可能 可传奉官的危害 还是太大了 咱不支持这样的做法 想要加强皇权 有的是办法 更何况身为皇帝 又何须动用太多的脑筋 去想办法增加自己的权力呢 皇帝本来就是至高无上的 哼 谁不听话那就杀 杀多了 就没有人敢反抗了 太祖 不是每个皇帝 都有你跟太宗那种魄力的 我们这些后背顾忌的事情太多了 这话说的对 老朱尼所在的时代 乃是刚刚建国 所有的势力都是重新洗牌 而那个时候大多数的权力 本来就掌握在你的手里 其余人对你来说 都没有什么威胁 可是到了成化年间 大明延续了这么久 官场上或者市民间 都已经有了固定的势力 这个时候想要动他们 那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不是简单的 拿起屠刀就行了 到底就是自身的能力不够 若是咱处在你那边 绝对不会给文官做大的机会 说到传奉官 我又想起来一个人 什么人 一个叫刘文泰的人 此人就是因为被人引荐 所以才能成为官员 一开始这刘文泰 被分配到了通证司 那不就是用来监察部门 处理百姓诉讼的地方吗 此人难不成是个清官 专门为百姓申冤的 不 此人虽然一开始 分配到了通证司 不过后来又被分配到了泰医院 成为了四品的泰医院使 难不成这刘文泰还是一个神医 他的确被人称为大明最强神医 在历史上可以留下名字的医者不多 这刘文泰可以留下自己的传 的确很厉害了 没想到我成画 竟然还有这样厉害的人物 这刘文泰是跟华佗 孙思淼一样的医术高超的神医 朕回去之后 就命人去寻找这位神医 我想你误会了 这刘文泰被称为神医 并不是因为他的医术有多么高超 而是因为有一次你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所以召来了刘文泰为你治病 没想到为你治病没多久之后 你就直接一命呜呼驾崩了 国师的意思是 朕是被这个刘文泰致死的 纸料中记载的 是投记乖方志允县宗 简单来就是用药 用错导致了名县宗 也就是你逐渐身驾崩了 这个刘文泰朕一定要找到他 然后把他碎尸万段 方能解镇心头之恨 之所以称呼他为神医 不仅是因为他把你治死了 而是因为明明犯了 这样一个大错 本该被处死的他 后来却被你的继任者朱又棠 从四品的太医院使 降成了五品的太医院院判 你说神奇不神奇 逆子啊 怎么能这么轻易地放过这个刘文泰啊 你以为这就是刘文泰的巅峰了吗 这刘文泰因为朱又棠才活了下来 本应该把他当成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可事实上有一次 朱又棠感染了风寒 本来是正常不过的事情 可没过几日就传来了噩耗 朱又棠驾崩了 在朱又棠驾崩了几天之后 才有人查清楚 原来朱又棠的死 又是因为这个刘文泰 原因是这家伙又一次用错了药 朱建生这辈子都没有这么无语过 自己竟然会因为一个拥业而死 而且死得这么离奇 简直就是大名的笑话 吃完饭过后 长哥就带着皇帝们回家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